这个梁山的淘盖这个宋江和吴庸 现在想拉你这个玉麒麟如军一入虎 你上不上梁山呢 你们三家呢我觉得有点像错笼班子 建林需要完全设定的改革进行转型 我深刻理解 另外两个兄弟呢觉得反正也不是我出钱 出一点点钱 对吧 有人去搞阿里我也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想 因为这个市场之大联合在一起是就可以做到非常大的市场 因为真正未来的机会所在 就是如果阿里有机会能够跟万达这样的企业传统经济 其和好 大家共同明白的是开拓未来 创造未来 而不是战域上的防御 战域上的抵制 或者是竞争格局的重塑 我觉得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任何折合折合都是乌合之重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 我越来越看不懂 就是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部手机住家创业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 很多人第一个月就赚两万多了 做一两年月入至少六位数以上 在家兼职全职都可以 联系方式微信18747436572 18747436572 QQ978664755 系统的使命是让网民上网更有价值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我们下一秒见 我们发现自己有时候 在这个行业久的时候 不接鼻气了 不知道一些年轻人喜欢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我最可怕的 如果我们了解了 真正了解年轻人需要什么的时候 说明我们的年轻人出问题 这个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年龄 带着欣赏眼光去看待年轻人 带着欣赏眼光去看待这些创新 支持他们创新 这是我们这些人 保持不老的一个最主要的形态 我们生活了一个好的时代 这个好的时代 绝不意味着文训而讨 这个训就是团训的训 很好奇的 我不看书很久 前段时间有人批评说 我和马化腾没文化 很少看书 跑进办公室里面 在书架上都没书 办公室里书架放很多书 是自己看了吗 那是给别人看 觉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谁会在办公室里放书 我一进办公室看人家放很多书的人 我基本就知道 十个里面八个是骗子 来 现在举手调查 谁的办公桌后面 有一整排书的 请举手 大家看的人 来 你给我讲要看的人 您身盘的 瞄准这个炒股的股民 我们主要瞄准是机构 这是可能大家知道 我们的机构认购 美国是欧美的最大的机构 一千多家机构 全部认购 如果我们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 卖给街上的消费者 去买股票的人 那些 那个 那个 中端的股民的话 那我们就乱了套了 250亿 你得卖出 不知道多少人 对吧 而且他们不知道你是干嘛 全世界的小散户 都急剧在 对我们的研究呢 西方的这些金融机构 大的这种 投资机构 对我们是非常研究很透的 对 但是 这个消费者对我们 并不是很了解 这个我觉得 也是一个机会所在 慢慢来 阿里走了15年 走了个中国 也中国也就搞了 7% 8%的这个 这个零售的额度 那 要想搞到美国 你欧洲 你至少还得20年 我前两天看到网友 替你想的挺周到的 小贝又撩起了衣服 来绣他的纹身 但这次的这个 这个字呢 是特别醒目的六个字 上天猫就够了 那天那个 我同事跟我说 贝克汉姆 要跟我见面 我说我这个 是吧 后来 他说就20分钟 那我说行 那就20分钟 人家一看 对吧 人家是长得有点样子 是吧 非常好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男的 都比较有运气 福气 背后都有大批女人 对吧 他有大批的女人 我们有我们的女人 所以这个 也不错 但是这个 以前年轻的时候 咱们比帅 现在谁比帅了 对吧 我觉得 我们传统的营销方法 都希望有名人而代言